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是2020年1月10日 我的员工想要让我录一段 关于抖音广告投放的教学视频 因为抖音的广告的咨询量在增加 想要让我们的客户更多的去了解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点新建广告 刚才这个是我们的服务商的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一样的 是可以选择一些个投放目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选线索 可以先指定预算 或者说是不限 我们一般不限预算 下一步 好,到这里默认和传扇甲 传扇甲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是不是投调自己的 精神投调系自己的产品 它也可以投放 那我们这里一般就是放默认 转化量 点击量 展示量 它三点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想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 展示量就是有多少次曝光 点击量就是有多少次点击 然后转化量就是比如说我们有 要让别人点击到我们的落地页 或者说是打电话 那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 落地页 落地页的话呢 做一个已有的吧 然后这是一个预览 看一下 大概就是一个H5页面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对吧 现在这样设置 点击配置 这里边的话呢 是电话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在线咨询 卡券 还有表单收集 都可以 这里先点这个 好 下一步 选择转化目标 在线收集 没有错 用户定向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总是没有那么多预算的 对吧 我们要精准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抖音的 或者说头条系的 它右边的有两个 一个是预估广告展示数 一个是预估用户覆盖数 那什么意思呢 那这里看到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选的话呢 抖音是有两个亿 大概意思就是说 只有两亿的日活用户 我们可以在明天能搞得定 也就是说抖音的话 现在能用广告 在这个系统里面 所获取的就是两亿的人头 就是两亿个人 这个30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曝光30亿次 比如说我可以曝光很多次嘛 对吧 好 在这里的话呢 是两个亿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选择省市 那我们如果是选择北京 那我们大概是有810万的人次 就是日活人数 我们可以用抖音去获取 嗯 我们做一个对比吧 如果说是微信的话 它的日活人数大概是多少次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后台 打开 好 我们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点这个 人口啊 人数啊 境内 境内 然后核心城市北京 我们北京看到的话呢 常住人口是2230万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呃 我们点了北京是810万 上海是750万 那我们微信看一下是多少 750万 上海是2000万 你看我们点男性 然后呢 年龄是18到23岁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抖音短视频的话是180万 人次啊 人次上海 对吧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啊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不是特别重要啊 比如说他们的运营商啦 然后手机品牌啦 这都还好啊 好 好 我们要讲到这个 出价方式 手动 均衡投放 日预算 比如说1000 好 呃 时间 截止日期 可以开始设置 指定时间段 啊 也可以设置 然后呢 OCPA OCPM 对吧 这个的话都是 就是每千次曝光的一个 就是你要设置这个 转换目标的一个 价格嘛 比如说我一个电话 客户拨一个电话 20块钱 好 20块钱 然后呢我这边我就基本上就设置好了 好 如果说我的广告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达不到它的这个曝光数据呢 就是竞价没有那么多优势的话呢 就是我的流量就会 走不了那么快了 对吧 好 下一步 呃 广告创意 广告创意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选的是 抖音 好 抖音 抖音呢 呃 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是横版也可以竖版 那我们呢 在这里面做竖版的 创建 创意 创意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创意欲了 这边有创意欲了 这边有创意欲了 这在抖音里边的一个创意欲了 呃 我在素材库里面呢 挑一个之前上传过的一个视频 那 生成一下 封面 好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广告的一个形式 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他可以说是自动的 根据你的视频内容 他会判断出来一个 标题 我还可以自己写标题了 当然 然后来源的话呢 我随便写一个 杰科科技 数字传媒 好 出品的logo 然后呢 咨询热线 对吧 啊 拨打电话 电话拨打 然后附加创意标题 这个可以不写 评论 创意分类 比如说是 标签 美食 咖啡 好 都可以写 然后 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好 新建 就完成了一个广告的一个创建了啊 抖音的一个广告创建 呃 简单总结一下吧 就是说 其实 抖音广告的一个 创建呢 就是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的这一个 数据哈 跟我们 你在玩抖音的时候 那个抖家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你抖家里面有很多筛选的 方式 你是没法做的 而且数据分析 也不会有抖音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巨量引擎啊 广告投放平台那么好 嗯 抖音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尤其是在年龄层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吧 就是可能在80后90后 这个00后 这个00后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而且视频内容做的好 做的有趣 它的转化率其实是很不错的 我们之前帮客户投放的时候 呃 在一些特定的行业 尤其是游戏行业 它的转化比微信要好很多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呃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呃 微信广告支持投放境外 啊比如说我之前就说过 那境外澳大利亚是72万人 叫常住人口 对吧 差旅的话呢是 现在澳大利亚是 多少 差旅 啊 其实7万9就8万人 对吧 它可以做到投放海外定向 但是呢抖音现在还不可以 就是2020年初 现在还是不可以的 嗯 这个未来可能抖音会 呃开放 另外呢抖音也有自己的所谓的这个TikTok 对吧 英文版的这个抖音 它的这一个 呃 我们也是值得期待的 呃 呃 日活方面来说的话呢 抖音跟微信 现在来说还是不能比的啊 呃 不过 谁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呢 呃 我们非常期待 呃 抖音 呃 发展的越来越好